大家好我是伟哥 今天我们来玩游战 游战玩一种套路 拆塔套路 墙拆塔套路 拆塔套路 游战拆塔套路不当强 我是公益路 专门路下路 然后拆了一下我的射手 配合一下 然后射手在配合的时候 把下路拆完一塔之后 拆完一塔之后 然后射手去自有行走 然后我继续拆他的 拆地方的下路 然后队友也不去支援 然后拆下路 然后就实际拆 拆掉是太亮的 然后就一塔二塔慢慢的拆 然后对方就只要一个 躁一在下路 跟我慢慢周旋 这边被对方的躁一 被我后一大脚射中 但是我后面没有把握好机会 然后跑了 拆完二塔 然后这边就开始拆高地塔 路上拆塔的好处就是 他进可攻 推可省着 跑得又快 一技能一个加速 然后二技能 如果是在威胁 二技能拍一下 直接把他拆一下 就可以再继续跑 然后三个技能 打塔都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都可以打塔去 然后对这一点就不够好 所以说他拆塔 就不让人在寒了 而且专门一直在下路 把地方牵制 牵制对方一个英雄 然后让这个 让我后面对我去 去别的路线 然后慢慢满满满满雨 然后我们这边路键 中路 光中路打下来 就没 就没死过一次 然后偶尔还会捡 然后往车上来 都非常壮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也有点便宜 马上红山 正门公里路 然后差不多有危险的可以跑 然后有危险的就跑 然后一加 第一线一直把它 抵到山路 然后抵到 抵到它的塔边 就行 那就好 然后随便 丢不小心 也可以就 所以今天就给陈佛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到一下 新鲜的节奏